已经把这个做完结果,再复制一个工作表 拖拉加Ctrl键,然后重新命名叫VPA 并且产生三个按钮,第一个按钮的话我先清除好了 第一个按钮是输出公式 到这个范围,所以你会发现这里面就丢公式 OK,然后清除这个应该也没问题 第三个是什么,按下它,这里面就不是公式 这个就最后结果 OK,然后最后一个,就是插入什么 使用者定义,会有个函数叫刮胡自转函数 给他一个资料,按确定,但要向下填满 自动完成,有没有 所以如果你工作,你自己的每天做的事情上面 也会有对应的一个量身定做的自定函数的话 那应该会用的很有成就感 像我的个性就一定会,每个每个每个通通弄 如果全部都要自己直接按个按钮全部搞定了 OK,所以每天的话只要一早就把工作打开 然后按个按钮,接下来就可以做想要做的事情了 其实我有一段时间工作非常的惬意 因为很快就事情全部做完了 那剩下的时间要做什么?如果老板没一件的话,反正你就可以做你想做的事情了 只要不要太高调就好 OK 反正就这样了,不过他慢慢会发现说那工作实在是 如果我这样子呢,我这么年轻 因为那时候其实刚退伍没有很久了 第一个工作可能就在公务机关 然后反正我就这样,我很年轻 我这样感觉好像在退休的生活 而且一点斗志,一点好像感觉就没有什么挑战性 所以就一然绝然就离开了那个部分,那个单位了 OK,那当然就找更有竞争性的工作了 OK,那后来的话就跑去创业 那当然创业又是另外一件事情了 OK,就变成说创业可以把你的所有十八般武艺一定都要发挥出来 因为如果你要创业成功的话,你真的要有本事 就变成说你都不要请任何人,什么事情最好都自己来 所以那时候我的所有的写程式的功力就在那边发挥到极致 因为所有东西为了省钱,通通都要自己来 OK,那另外一个故事了 好,那再来的话我们来怎么做 首先第一个我们先完成这,这应该蛮简单的,应该刚刚有写过 那写的方式的话,丢公式到这边 所以for i 等于2到10,当然你可以向下追踪 然后呢,再来就是sales的i列的b欄 等于把这个公式复制 然后先贴到记事本取代 取代完变两个,因为里面有很多双引号,一个变两个 然后再贴到哪里,贴到这个公式里面 有没有,这个里面 这样就完成了,有没有 for i 等于2到10 然后sales的i列的b欄 就把刚刚贴过来 贴过来之后的话 里面会有一些地方是需要变2变3 当然如果2变3 你不知道说哪一个是变i的话 其实你有简单的方法 点下去就知道了 1 2 3 4个 对不对 你就把这一串把它贴过去 然后呢 就把它 我看一下我这边记事本 我再把它取代一下 假设吧 这样子 然后我就取代的话就是 编辑取代 然后全部取代 贴过去 这变3也是ok的 然后把它贴到哪里 贴到这个双引号里面 把这边要取下来 贴到这边 也许你可以 先打一个双引号 把它贴上去 那因为这边有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做的话 当然一定什么 双引号两个 移到中间 and 两个 移到中间 加一个i就好了 然后再怎么 对 看 马上就熟了 ok 多做几遍 做个五遍以上 我想应该 可是问题后面还有 其实有个简单的方法 把这个怎么样 双引号到双引号 复制一下 把它贴到这里 三盖过去 其实应该是二 我刚刚复制到下一页 我没有外交 把它怎么样用贴的 这样可不可以 这样也ok啊 只是不要贴错了 少一个字 多一个字都不行 好 这样就做完 做完就直行 结果就ok了 清除的话比较简单 清除的话 刚刚有讲过 就是里面什么东西都不放 所以你可以把上面这个 复制贴过来 改成清除 然后就是放两个双引号 这样就大功告成了 其实比较难的部分 应该是后面这个 刮胡自创 跟功能 那怎么做 基本上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大概 再把它带一下给各位 大家了解一下 第一个的话 当然如果要这个里面 要重新赚钱 所以首先的话呢 因为在我们公式里面会用fine 可是我讲过 fine是Excel里面的函数 那在vba里面呢 它不叫fine 它还换另外一个 哪一个呢 它换的另外一个叫 我先a等于 vba里面有一个函数 其实我查过了 寻找函数叫instream in的吗 str 这个函数 钱瓜糊 那特别注意 如果你不知道怎么用 一样inf1 它跟你讲 基本上后来我查过 就是说 它一样呢 就是做文字的比较 一样放两个参数 可是问题 那个参数的位置 跟什么呢 跟fine函数刚好颠倒 也就是说 fine函数是什么 先放那个钱瓜糊 再去哪边找 然后instream刚好颠倒 先去哪边找 再找什么 找钱瓜糊 所以我的写法是 跟他讲说 你帮我找 去哪边找呢 在那个储存阁里面找 哪个储存阁呢 干脆先 因为 时间瓜糊 我就直接 for i 这个 直接拿这个来改 for i 等于 2 到 10 然后呢 我就直接在里面做什么 先让他找 找什么呢 先里面放个 a 那 a 的话呢 里面就放找到那个什么 钱瓜糊的位置 所以去哪边找呢 去 sales 出生阁里面 第几列呢 第 i 列 因为它会变动 第几栏呢 就 a 栏 你帮我到 a 栏里面找找看 找什么东西呢 逗点 找钱瓜糊的位置 后瓜糊结束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他就会找到之后 先放在 a 所以如果你找到第三列的话 那应该会是 a 是放三 那后瓜糊的话 那一样 这边我 因为 vba 可以再多一个 b b 等于什么呢 把这个复制拿这个来改 比较快 贴上 然后加个 b b 是什么呢 找后瓜糊的位置 所以这边把它改成后瓜糊 然后如果是第三列的话 那这边应该到 9 那所以后面的话 我们可以怎么做 如果我要切资料 放到 b 栏里面的话 那我可以怎么怎么切呢 我先把这些清除 那我就想把那个 丢的话是丢到哪一个出来 sales 的 第几列呢 第 i 列 因为这个回圈里面 那当然第一个是第二列 的 b 栏 那我要放什么东西呢 等于 一样是 mid vba 里面 它一样有 mid 所以我们在 在这边用 mid mid 是切割 钱瓜糊 一样会三个东西 去哪边去切割资料 一样是 a 栏 所以你把 a 栏里面的东西 所以我把这个复制一下 来来改 a 栏里面的东西 丢过来 那第二个逗点 他问你说 star number 从哪个字开始啊 那就是前瓜糊的位置 所以我们不说 a 对不对 那前瓜糊的位置加一嘛 所以这边要写什么 a 加一就好了 逗点 lex 实际上就几个字啊 那就是 b 应该是后瓜糊的位置 减掉前瓜糊的位置 再减1后瓜糊 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就写好了 程式呢 理论上已经快写好了 但是哦 这边还有 if 栏吗 这边会不会有 if 栏吗 其实也会啊 为什么 因为如果你今天我把他执行啊 他会出错 为什么错 增错一下 我们把游标放在 a 上面看 啊 a 等于 0 意思说 如果 if 栏里面回来的 0 意思说找不到 为什么找不到 因为哦 我现在是第二嘛 现在 i 等于 2 那就赵大鹏 里面没有前瓜糊 也没有后瓜糊 所以会出错 那怎么办呢 这边可能要先跟各位讲 因为下一次上课 我们会讲逻辑判断 如果 如果什么呢 如果 a 怎么样呢 它等于 0 应该是不等于零的情况下 不等于就是小于大于 这样就不等于 不等于零的话 then 然后 我习惯是 enter 两下 打一个 end if 那这个叫做所谓的逻辑判断 等于是下一个单元的重点 就是 如果这个条件 a 不等于零 意思说有找到资料 那我才去做这件事 但如果 a 等于零的话 意思说找不到资料的话 那我就不做这件事 那再把这一段程式 放到这里面来 那刚刚这个问题就不会发生了 所以我把这个 这个程式可以把它拉过来 它中段把它移到这边 好 按 F8 就下一行 或者你再执行 你会发现它跳过去了 为什么 因为 a 现在等于零 那等于零的话呢 那就不为处 不为处就跳过 就是 你因为你找不到资料 那我就不切 那等到你有找到资料 我才切 所以呢 再把它执行 其他的话 就OK了 所以 程式呢 就写出来 应该知道我在讲什么 只是说我们要多了一些东西 主要就是 e 把这个fine 有没有 改成in3 这个变动 OK 那它跟fine的差别是 两个顺序颠倒 OK 等到a就是前刮虎 b就是后刮虎 那mid呢 在VBA一样叫mid 那if l的话 如果发生错误的话 那我们可以用什么 用这个逻辑判断 如果这个条件 什么条件 A不等于0 意思说有找到那个 牵挂虎的讯息 那我才做切额 那这样就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最后可能讲的比较快 那下一个礼拜 因为function部分的话 可能今天讲不完 那下一次 我们再来看 也许回去有时间的话 可以再自行 参考一下 那个云端白板上 我这边其实 刚刚这一段也有写 那function部分的话 这边也有 你们可以回去稍微再把这个方权制定函数部分 也许再预习一下 那 所以也许大概就是在把今天的部分 就是 把它run一下 跟各位讲一下 最后可能要注意一件事情 如果你存档的时候 它可能会出现 最后在画面再借给我一下 最后的话 因为如果你假设有写VBA的话 请各位注意一下 如果你存档的话 它会出现说 请问一下 你要储存没有聚集的活距页部吗 一定要按for OK 为什么 因为按4的话 你的写的VBA就全部消失了 然后呢 浏览一下 记得一定要改成什么 启用聚集的活距页部这个选项 如果你选预设这个 它会把你的VBA全部删掉 那所谓的启用聚集的活距页部 它的副档名 会直接帮你改成XLS 本来是X 它变成M 那也说VBA才会被储存 如果你存错档 你之前写的VBA就都消失了 那你想说 老师那为什么刚刚那个档不会 因为这个档是 Excel2003的 它没有那个 它是副档名是XLS而已 它没有那个X或M 就没有关系 OK来画面最后还给各位 那今天的话 因为最后时间不太够了 所以我大概是先把 这个151这一题 也许先把它讲 讲到最后剩下制定函数 那下一个礼拜的话 我们就要进入到第二个单元 逻辑判断部分 OK 那今天的话 我想就先到这里 那一样我会把那个 上课的录影 就是整理整理放YouTube 然后如果你们回去还要复习 记得就是请自行再加入到那个论坛里面 那一样它会论坛会自动转信到各位的信箱 细节部分请各位自行再多多 这段话一定要练习 今天先到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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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先到这里